今天看了一个对我来说很炸的新闻 人民网说要深度挖掘电子游戏产业的价值 极不可施 我想说的是八九十年代把游戏定成电子鸦片 是你们 九十年代末把电子竞技项目列为第九十九个正式的体育竞技赛事 也是你们 千禧年后电子游戏产业一度借着这种水货机 盗版游戏 小小的蓬勃发展了一段时间之后 立刻叫停像什么电子游戏世界这档节目的也是你们 最近这二十年的放任游戏产业缓慢发展的还是你们 这两天要求深度挖掘电子游戏产业价值的还是你们 所以我想今天作为经历过我刚才聊到这几个阶段的见证者 也是一个很资深的游戏玩家 我今天想聊聊为什么我们国家对电子游戏产业态度总是这么摇摆不定 首先我先来介绍一下背景 前几天大家可以看人民网的这篇报道 欧洲议会全高票通过重视发展电子游戏产业的决议 然后呼吁欧洲制定长期发展战略 也就是说相当于欧盟押爆电子游戏 咱们的央媒人民网也发了一篇文章 大意就是说咱们国家中国也需要挖掘到电子游戏产业的价值 然后急不可施 我看了一下通篇大家可以看一下 其实不长 就这几百个字 我总结了一些观点 大概意思就是说游戏产业 对吧 可以助力5G 芯片产业 还有人工智能 还有数字轮升 数字化转型 能起到很大的一个作用 这是对内 这是我总结的 对外就是文化输出 价值观输出 这个等一下我展开说 因为这几年我们国家的游戏向海外的发行 其实也是赚了很多钱的 相关部门看到了 然后再加上这几年疫情搞的实体经济不太好 所以说其实是在这种虚拟经济 数字经济上 还有这种文化产业上是赚了一点 然后可能就引导了这个风向 那么我刚介绍完这个背景 我跟大家聊聊我的想法 为什么过去这几十年 中国对电子游戏产业总是这个态度变来变去的 首先我能想到的第一点 我觉得年代决定了管理者的态度 说白了就是时代的一个局限性 管理者还有出台政策的这些管理者 他们是什么年代的人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我举个例子给大家听 大家可能就能明白了 像我小时候 我是80年代 我是85后人 我小的时候警察这个行业是非常严肃的 大家都说什么警察叔叔 对吧 然后什么打击罪犯 就是很为光正的一个形象 特别严肃 但是你看现在有男警察 女警察 都在什么直播平台上 还有普法 对吧 在视频网站上也做这种 我前两天关注了有一个叫什么阿特警官的 还在那抓扫黄打飞 全程记录 还发出来 还跟大家互动 还跟观众互动 在我们那个年代是不可以想象的 就是属于一种非常严肃的职业 你看现在时代变化了 对吧 也顺应了潮流 也做了这种新媒体行业的一些尝试 这个挺好的 这个事说实话挺好的 所以说管理者和政策制定者的年代 局限性是非常大的 也就是说在以前态度变来变去 就有点像我的父母大概是60年代的人 也是对电子游戏什么电子海洛因 当时就是非常嗤之以鼻 就觉得年轻人碰了电子游戏就跟吸毒一样 这是特定年代的产物 这是我说的第一点 大家挺好 第二点 我觉得跟疫情有关系 现在经济形势不太好 实体经济的萎缩太严重 然后文化产业相对轻资产 然后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给人民解解压 大家都憋在家里不出门 你说能干啥 你说打打游戏这不很正常 而且游戏是非常大的一个产业 对比游戏文化产业 其他的文创产业都有哪些 你看旅游疫情受影响最大的 其实就是旅游业 对吧 然后教培业 大家还记得吗 前段时间 于敏红 于校长 估计现在还在哭 直播带货 电商 说实话搞的是有声有色的 但是毕竟它不是一个实体经济 另外直播这个行业 也经过了很多次的规范化 大家都知道 你看之前那几个头部 都受到了相应的一些约束和管理 等于说这个行业 我的理解是越来越规范化之后 它也不会形成一个百花齐放的状态 因为毕竟直播带货这个东西在我看来还是昙花一现 它存在行业洗牌之后可能会留下一些东西 然后大部分可能就像冲上海的沙子一样被刷掉了 它会留下一些东西 所以说直播电商这块是这样子的 文化产业文创产业还有什么 就剩下电子游戏行业和我们新媒体行业了 是不是这么考虑一下你实体经济受到打压和萎缩之后 文化和文创产业是不是要相对来说要补足一些 所以说现在的政策态度转变可能跟这个也有关系 这是我自己的分析 既然说到游戏了 我们再来聊聊传统的游戏的大厂腾讯 网易米哈游 还有大家可能不知道B站其实也可以定义成一个游戏公司 而且营收还挺高的 腾讯就不说了 每年都千亿级别的 上千亿几千亿都有 网易一直是在每年是几百亿的营收 网易这几年不太好过 前两天不是还有个新闻 就是暴雪要跟网易终止合作了 这个事我下次Signal跟大家好好聊一聊 专门这个话题聊 我想重点聊一下米哈游 米哈游就是原神的公司 做原神的公司 是个非常明显的代表 就是两年前2020年的时候 因为这家公司没有上市 它没有财报可以看 2020年我通过一份上海的百大企业的一个名单上 我看到了他们的营收 大概是突破了100亿 这个是两年前的一个数据了 它排名第88 已经非常牛逼了 然后我看网上有一个说法 就是2021年 就是去年 他们营收做到了300多亿 这个数据我倾向是不准确的 因为网上说的有鼻子有点 还精确到小数点后面好几位了 人家非上市公司 你怎么可能有这么精确的财务数据可以看 但是咱们往前推 2020年的时候 他们赚了100多亿出头 其实理论上2021年 因为原神 在海外的大火 我觉得翻译也不奇怪 至少是200亿的营收 而且最重要的是 他们跟腾讯很像 他们是米哈油 是赚了很多外汇的 在疫情期间 尤其是现在的情况来看 你赚了很多外汇 其实是很有价值的 就算是2021年 不说今年 去年怎么着做个200亿的营收 我规则200亿里面 至少有个20亿美金的营收 这是外汇 然后大家再想一想 他的整个公司 也就是千人的规模 那千人的规模 你想一想 有几十亿美金的营收 外汇的营收 我估计上海政府 应该是吃了一惊的 然后我们宏观的讲一讲 根据Sensor Tower 公布的2022年10月份 也就是上个月 全球手游的收入排行榜 就一个月的手游的 全球的收入排行榜 总共就有42个中国厂商 入围全球手游了 发行商的前100的榜单了 然后赚了大概18.6亿美金 就是一个月的时间 这一个月不到20亿美金的收入 占全球前100家手游发行商 总收入的38% 这个就是我说的第二点 就是跟疫情有关系 现在这种文创产业 必须要撑出来 你看这几家游戏公司 连年给国内咱们 营收了这么多外汇 对吧 其实这个是看得到的 所以现在的政策 可能放出一些信号 要扶持电子游戏产业 这个是合理的 我觉得这是第二个原因 我分析到的 还有一个我认为 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也是今天我好好想 重点聊一下的 就是我觉得我们国家的 是发展的战略方向变了 就是文娱产业 曾经就不是重点的 发展的侧重 现在到时候了 我跟大家梳理一下我的逻辑 我来盘一盘 我先来说两个比较大的一个事 2022年 也就是前几天 11月16号 国际奥委会发官网 他们发了一个声明 说确认新加坡将会在 2023年6月成为第一届 奥林匹克电子竞技州的主办国 这事挺大的 同一天 也就是同一天 我们人民网发了这篇文章 挖掘电子游戏产业的价值 很急 我刚才开头跟大家聊了 对内对外 其实都有好处 但是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对外 就是也到了我们其实也到了文化输出的阶段了 其实对外特别指文化输出 文化和价值输出 这个其实是一个国家的一个软实力的体现 我跟大家举个例子 什么叫软实力 我之前在欧洲上学的时候 因为我一直比较喜欢使命召唤系列 我当时有德国的同学 我当时就想着这个游戏 你想很多代的使命召唤这个游戏 全都是打德国纳粹的 然后居然德国人也玩 所以你看从这个角度来说 是不是一些当年的盟国来去强化这段历史 然后让周星国当年的周星国不要再有战争的这种意图 让他们展现看到当年对吧 他们的先辈们 父辈们做错了很多事情 这个其实就是文化输出 你想当全欧洲的青年 这一代的青年都在玩这种当年的战争游戏 然后体验了当年的战争的这种震撼 和这种战争给人民带来的这种打击 可能会不会新一代人就会牢记当年的历史 这个其实就是文化输出的一种 我只是举了个例子 因为我忽然想到这个使命召唤了 我当时就有德国的同学在玩 你想他们在扮演盟军 然后杀当年自己的先辈的时候 那心情大概多复杂 既然说到文化输出 我跟大家聊一聊文娱产业 在亚欧一些国家 发达国家 像日本 欧洲 韩国 其实都能占到整个国家的GDP产量的两成不到 两成左右 美国的文化产业 文娱产业 他们能创造6万亿美元每年 占他们美国每年的GDP的将近30% 中国 咱们国家不到5% 这就是我说的 想跟大家聊的第三点 就是说 我们国家的 我感觉是文化产业的战略方向要变了 为什么我们国家文娱产业创造的GDP这么低 问题在哪 我觉得对游戏来说 对内政策上是一直打击游戏产业的 电子游戏产业 曾经还说电子游戏是电子鸦片 也就是二三十年前的事 对外就像我刚才说的 可能会有面临一些文化输出的问题 有一些西方的游戏进来 我们设了一道版号的这么一道门槛 所以说对内对外其实都是设了坎的 你必然游戏产业发展就这个样子 发展不起来 这块我就想跟大家重点聊一下了 我觉得网络话语权和软实力的部分 确实曾经不属于咱们国家的发展策略 过去几十年说白了 中国就是在门头发展经济 主要是偏向实体经济的 它其实不具备开放文化产业的这些条件 有人可能想问 就是为什么发展经济要暂时的忽略掉 这种文化产业的市场的发展 其实说白了 我的理解还是国际上的这种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 想通过文化输出 有意的想针对中国放开的这种文化市场 说的通俗点 就是如果说不设坎 我们国家在引入国外的游戏 不做任何审查和约束和管理的话 很多文化的输出的影响 我们当代人可能是看不到的 我们就沉迷在里面 就是觉得确实好玩 确实很震撼 但是它传达的一些东西 潜意识潜移默化的一些影响 我们是看不到的 即使可能有人会说你想多了 即使人家不主动搞你 不去参大这些东西 我能理解的是 我们也不能把这个口子放开 就相当于我们防患于未然 毕竟意识形态是对立的 你不得不防 很多人其实不理解 尤其是可能一些年纪小的一些朋友 不太清楚 为什么当年咱们国家会有网络长城 防偶长城这个东西 其实就是同理 我跟大家讲讲 早些年国际互联网上 大把大把的那种资助邪教的 然后还有歪曲历史事实的 还有策划恐怖袭击的 当年就在Facebook 我原来都讲过 当时我有一个翻墙的 聊翻墙话题的一个系列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确实我是这个年代经历过来的人 然后现在复盘来看 当年确实是这样子的 所以你说这东西不防型吗 虽然不是电子游戏产业 进行了这种文化输出 或者说这种意识形态的输出 但是我们看得到这个趋势 所以我觉得防上是没坏处的 我们在接受外来文化的时候 设一道坎设一道墙 这个其实就是当年搞墙的意义 包括现在就是这些原因 还在导致我们 现在还有一个封锁的 一个国际互联网 大家别不信 很多国家真的有这个预算 和这个组织了 就专门搞你 然后你想在互联网上 在各种视频网站 新闻网站 Facebook YouTube Google上 就大量的推广这些内容 你想想咱们国家能放开吗 国家会乱的 当年的网络话语权 不像现在 因为中国九亿网民 当年20年前还没有这么多 当年主流主导的话语权 就是西方 甚至现在的一些国际 最大的一些网站 也都是西方的网站 那你这个说白了 人家可以不搞你 但是我们不防不行 所以我特别理解这道墙的意义 之前还被很多人吐槽 其实眼界 可能真的能导致 你看清很多东西 这个有点扯远了 我不聊了 所以借助着这种网络平台 国际网络平台 还有这些文化游戏 这些都是发达国家 西方发达国家的一些软实力的一部分 这个我们也要去学的 当年其实我们是不具备应对的能力的 所以说网络话语权和文化软实力 现在我们可能才出具规模 这个事 我跟大家再举个例子 这个事谁看得明白 你们想不到微软 我为什么说微软 他们看得明白 他们不是做了帝国时代游戏系列 前段时间我还玩帝国4这个游戏 非常非常写实 我玩这个游戏 我主用中国 我一般就是用中国文明 然后中国文明是整个游戏里面 最强的后期文明之一 其实可能都不是之一 可能就是最强的后期文明 前期 对吧 你就发展苟住 然后建墙 真的是在游戏里面建墙 然后你苟住 然后各种开分框 憋科技 憋发育 憋到大后期 城门一开 所有后期兵种 全部清朝而出 乌央乌央的就 一波烫平对手 中国的打法就是这样子的 所以你看游戏都这么写实 特别符合现在我看到的 我们现在的一些政策和发展的一些方向 所以说你看今天我举了好几个游戏相关的例子 我就觉得电子游戏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 一个承载 肩负文化输出一个使命的载体 太适合不过 我聊的饭一下 你看现在黑神话悟空早些年也在国际上 对吧 在国际舞台上也是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 然后你看现在王者荣耀全民级游戏 然后米哈游腾讯都做了大量的游戏 还有网易做了大量的游戏 然后也在向西方市场输出 其实我们现在到了这个阶段了 到了网络话语权和文化游戏文化输出的这么一个阶段了 我觉得这是个好事 所以咱们回到这篇文章 就是人民网这家官媒放出了一些信号 大意就是说游戏有它的可取之处 我刚才分析过了 疫情导致的原因 然后还有经济战略的方向导致的原因 还有可能就是管理者的年代 现在年代不一样了 可能也是一个原因 多种原因导致我们现在又看到了一些曙光 实话实说 我自己作为一个游戏玩家 我也希望看到政策上的一些引导和放开 所以最后我的态度是 看到这篇文章我是比较开心的 但是我看网上有一些朋友 可能也是跟我一样经历过这种 对吧 刚才我最开头聊的态度变 再变好 再变坏 再变好 再变坏 其实也都累了 我觉得该放开就放开是好事 但是千万别打仗旗鼓 别再严防死守 针对游戏产业就行了 我们其实游戏玩家 自己会运作好这个生态 我们游戏玩家 还有游戏开发商 我们自己就会形成一个很好的生态 开发了 销售了 评价的系统 这一套循环 其实历史上我们经历过 我记得在2000年后有一波对电子游戏的打压 当时电子游戏世界也是在2000年前后被取消叫停的 那时候还鼓励了一段时间 后来叫停之后 一直到2010年 也就是十几年前 当时的市场的情况就好了很多了 虽然说也存在板号问题 然后各种政策问题 政策是没有放开鼓励发展游戏的 但是我感觉当年2010年之后 约束的其实并不多 我举个例子 大家想一想 Steam差不多就是那个时候开始 从2010年前后 至少我们很多玩家是可以在Steam上玩到好多游戏的 对比我小的时候 我们小时候玩游戏都是买盗版碟盗版的卡带的 比我们小时候要强多了 虽然说2010年前后这段时间 名义上对于电子游戏的发展 没有政策上的一个明显的导向 但是实际上就是把游戏产业扔给市场自己发展去了 只不过没有那么规范化而已 我觉得如果说有朋友对我这个观点存在质疑的 你们可以自己去看一看 你们Steam库里面有多少游戏 是不是从那个阶段陆陆续续买的 然后这些年你想一想 PS5了 PS4了 人电堂的Switch了 3DS了 影响你们买了吗 你买的人少吗 所以我总结一下 就是我自己作为最早的国内的一代游戏玩家 我个人的愿景就是 电子游戏作为文化产业 让我们游戏玩家和游戏的制作方发行商 就让我们伸开拳脚 发展 别设限就好了 要么就让市场纯粹一点 别干预 就像鼓励新能源和芯片发展的政策 对吧 前段时间也会导致很多 什么人都想进来分一杯羹 然后就出现了这种百花齐放的 这种厂商骗补的这种事情 依然还一粒粒在目 要么就好好规范一下电子游戏产业和市场 千万别再像我开头说的那样子 态度变来变去 我们游戏玩家其实很简单很单纯的 教练我们就想玩游戏 就这么简单 所以说说到最后 我看到人民网的报道还是很开心的 虽然说过往30多年 对吧 政策有变来变去的 但是总体来说 结合现在分析 我跟大家今天分析的已经很透彻了 我觉得是个好事 也该到时候了 所以希望我们游戏玩家 能真的安安心心的打游戏 也真的希望国内的电子游戏产业 真的发展出来 我自己能力有限 已经到这个年纪了 不可能再去尝试去创业 做一个游戏公司了 虽然说我非常喜欢游戏 早些年我除了玩游戏 我还搞游戏汉化 我还搞游戏破解 当年都是被逼的 就是这种现在看来 可能不太光彩的事 我也没少干 但是当年特殊的历史年代 有历史 它的有它的历史背景 所以我只是希望现在通过一步一步的看到 国内的游戏产业越来越好 然后也看到一些政策的一些调整 我觉得总体来说是个好事 我是乐观派在这方面 所以这就是今天我想跟大家聊的 以及我的态度 OK 今天的Signal我们就聊到这 我要去玩游戏了 如果你觉得我分享的观点和知识有价值 通过把我的视频从头看到尾的方式 可以提升完播率 完播率目前在各大视频平台 都是权重最高的参数 另外点赞评论转发也能起到一些作用 如果说你想要付费支持 目前在YouTube平台 我开通了频道会员的功能 加入会员 来享受一些特别的会员专属福利 详情可以通过点击加入会员来了解 最直接支持到我的方式 就是去淘宝店里 看看有没有你需要的东西 我跟不少厂商都联合定制了一些 平时我自己都会用的产品 比如说颜值和功能都特别能打的 K3蓝牙接线键盘 还有平时可以用来挂线 挂各种工具和小物件 特别方便的动动板 还有表面做了很多纹理 擦东西特别干净的擦镜布 还有可以装OpenRT或者部署Docker应用 或者用来玩HomeKit的Zimaboard小型桌面计算机 谢谢各位的支持